介绍一件TOP,这个是比较Slim的Lady的款式 Slim的位置可以有少少微调的,因为它是自己绑蝴蝶结的 你这样正向的看我是否以为很修腰的款式 这个也是自己微调的做工 正常的状态下是这样的 它本身都是有一些修腰的线条,已经在剪裁上面展示了 可以给大家看看 在胸側的位置,甲圈的位置已经有一个弧度 这里就是腰側,有一个修腰的线条 刚才你会觉得再修腰一点就是绑蝴蝶结的造工 它除了这个优美的效果之外,它的领位设计也是比较特别 对,跟平时的领位是有点不同的 它好像有少少入博的斜截位 然后伸延去做一个修腰的线条 这些扭全部是打得开的正常的扭位 它的胸领位就比较宽阔,比较平 所以就建议戴上颈链 但是你说这些位置低不低就不低 不过真的做得比较阔一点,空旷一点 空旷一点好像说合适一点 做得空旷一点,但所有位置都是刚刚好的 就不暴露的状态,也没去到肉的部分 也是平的胸骨位 以线条感为主 这个布料是两种不同的质地 我现在这些也有一个滑身的质地 是斯文、西装西裤的质地 这个是牛仔料,两种不同的质地 我这个是黑色 手拿着这个是牛仔 戏衣服、牛仔布 牛仔色 戏衣服、薄、牛仔色 这个就没有弹性 我这个是有弹性的,两种不同的质地 就是同一个款 我照示范给大家看看 后幅绑蝴蝶结,让前幅正向有收腰的线条 优优的风格 除了配搭这种型格的喇叭牛仔裤之外 当然配搭西裤类的各样单品都是没问题 看看自己喜欢搭哪一种风格 我现在换牛仔布 继续的按钮 一步 这个是牛仔布,这个是没有弹性的 这个是没有弹性的 牛仔布料,sorry,书衣布,牛仔食 sorry,再说一次,书衣布,牛仔食 布料没有弹性的 后面也是照样绑蝴蝶结 cutting完全是一样的 有一个特别的领口位 全开空的牛仔是真的 手袖是正常的平口手袖 有一个收腰的cutting 也有一个收腰的蝴蝶结 这个是lady d的style